放眼整个演艺圈 你都找不到像周迅这么有灵气的女演员了 毕竟没有哪位女星36岁了 还能将少女演艺的毫无违和感 而她的灵气一方面体现在长相上 清灵系美人的容颜 可以让她始终保持着灵动感和俏皮感 偏右太的五官 又让她能够拥有超长的花期 那一双像小鹿一般的清澈眼眸 使她的一颦一笑都极富感染力 灵气的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演技上 周迅是一个能够把气氛容颜 演出十分角色的演员 在美人辈出的七零后女星里 她的颜值肯定排不到榜首 但她会让你相信 她演绎的角色 就是一位容貌绝艳的美人 沃尔善的《风神》上映以后 就有网友评论 但凡周迅还能够年轻十岁 那个魅惑众生的打解 肯定不会由别人出演 她不单能诠释好角色美人 也能在文艺片里将底层的小人物 演绎的极富烟火气息 并且无论是古装天还是现代剧 她那独一份的灵气和精湛的演技 可以让她那一张天佑派的容颜 兼容各种风格的电影伴想 并让观众挑不出一丝毛病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 周迅演绎生涯中 那些灵气十足的电影造型 首先一定要提到的是话题 作为2008年 最有话题讨论度的影片 话题是一部颇具视觉美学的电影 影片从苍凉大漠的孤烟和风沙 拍到了江南都城的小桥与流水 北方的广阔和南方的丝柔 赋予整部影片唯美的基调 为演员们打造的电影造型 更是赏心悦目 短短几针的镜头 就把一个魅魄众生的狐妖勾勒了出来 顺利入住王府以后 半座人类女子的小围 穿上了秦汉时期的娇领流裙 其中这套黑白配色的屈居如裙 在影片里占据最多的戏份 虽然堆叠得很厚实 却依然让周迅不够高挑的身材 展现了非常完美的比例 衣领和妖风听接的绿布条 还有点缀在衣裙上的精致刺绣 让这套黑白配色的如裙 很有吸睛的亮度 给周迅配置的发际 也不会很复杂 但极力地凸显了 江南女子温婉甜静的一面 在2006年上映的夜宴里 饰演女配的周迅 也穿上了古代的如裙 因为夜宴的时间被解 设定在五代时过时期 周迅亮相的如裙都是齐胸的款式 展现了胸以下全是腿的服装特点 这种如裙 既可以在隆重的场合 凸显雍容华贵质版 又可以在配色淡雅时 彰显少女的志气 跟西方的地正裙 有着相似的特点 同样都是身着其胸的如裙 32岁的周迅 比27岁的张子怡 好像年轻了一轮 这除了周迅的脸 比较幼泰占据优势外 服装的配色和质感 也让两个角色 拉开了年龄的差距 而2010年上映的孔子 周迅富有灵气的表演 让观众更加忽略了 演员的实际年龄 36岁的周迅 躲藏在树后偷偷观看的样子 跟一个二八少女别无二指 而影片里 两套蓝色的繁复着装 在电影上映之初 曾被观众吐槽不符合史实 但周迅穿上却十分的惊艳 这么复杂的头饰 这么重工制作的服装 套在周迅鲜瘦的身体上 却没有小孩偷穿大人服装的违和感 这全都得益于 演员本身拥有强大的气场 周迅演出了春秋女政治家的 陈文宇端庄 这两个造型 与二八少女的装扮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时间往后推两年 38岁的周迅 还在叠战天听风哲理 穿上了50年代的复古服装 其中这个红裙的造型 一经亮相 就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露背设计的身飞裙子 把周迅妩媚动人的一面 勾勒得恰到好处 演员身上那种收放自如的松弛感 把一个混迹上流圈子里的美丽名愿 演绎得唯妙唯笑 在夜宴上映的前一年 歌舞片题材的《如果爱》 让周迅同时斩获了金像奖影后 和金马奖影后 她饰演的女主孙娜 因为是一名歌舞片演员 所以她拥有很多套新奇的舞台服 当她和群演们唱跳肚皮舞时 她会穿上坠满金色亮片的舞裙 并佩戴上闪烁着金光的亮片帽子 尽管这套服装很有舞台的效果 但换一个人穿 肯定不会像周迅这般漂亮 在表演空中秋千时 周迅也会穿到极具舞台张力的服装 像这条装点了毛线花朵的粉色裙子 还有这条有着飘逸裙摆的黑色背心裙 她们都设计得非常方便姿体的动作 并且都搭配了一顶包头的帽子 荧幕形象特别的清纯可人 而这段十字街头的歌舞 换上性感气袍的周迅 则表现了非常野性的一面 日常剧情里周迅的服装 也会搭配各种款式的帽子 她参加发布会身着的挂博白裙 那顶蕾丝帽子 是真的需要套在周迅的脑袋上 才能凸显演员作为歌舞明星的气质 还有这件白色的风衣 也组合了一顶毛线材质的帽子 镶满珍珠的贝雷帽 与干净利落的风衣 风格完全不大 但就是这种另类的组合 才能表现周迅与众不同的气质 在2007年上映的《冥冥》里 周迅也亮相了非常个性的电影装案 一人分饰两绝的周迅 一边扮演着性格刚烈的冷面侠女 一边诠释着可爱漂亮的芭比少女 当她以侠女的身份出镜时 绘画着烟熏的妆容 套着全黑色的服装 吊带裙皮风衣与长筒靴的组合 让她整个人显得既冷酷又拉风 当周迅以巴比少女的身份出镜时 会穿上一身斑斓配色的服装 那一头长发也被染成了明亮的长色 整个形象气质跟冷艳的侠女完全不同 我也是看了周迅的成发造型 才明白普通人与明星之间的差距 普通人染成发 是父母都非常吃之以鼻的非主流 周迅染成发 却是人人都会惊叹的盛世美颜 在冬日雪花飘落的暮色里 周迅的成发不像一簇温暖的明虎 而是像一口注了焦糖的苦咖啡 虽然呛口 但却有一丝甘甜 看了周迅这么多的电影造型 你觉得哪一个最能铺显演员的灵气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